你超小子真是个人财 我服你了 你是我牛皮 我不服你啊 都不行 都怪大姐 你怎么干的出来这种事情 那不是大姐喊我去买那个东西 那会造成这种局面吗 狡辩 朋友们我们问的超小子真的是对老年吃的了 不佩服他都不行了 这事嘛我都不好意思说 来 你跟他们说哈 你是怎么办的做到的 昨天晚上我出去剪了个头发 回来的时候问他们要不要菜 大姐说你给我带个豆腐干嘛 带个卤鸡角嘛 然后我就把车开到小区那边 走进了府道 我那个车就这样停的 停路边的 我想只是两分钟啊 嗯就行 我也没熄火 嗯 灯也没关 还把空调打起的 嗯好 我就去买鸡角买豆腐干去搭 豆腐干鸡角买去 我就走小区门口就回来搭 今天起来我们不是说给团长买衣服吗 嗯 我不是要开车吗 嗯 我把他们带上 我就在地下停车上 我我我我去找车 我来比比岸我给车了 我找了这车谁的 我说 你啥意思是说我哟 他离我们在车库里找车 我说那你昨天晚上剪头发 把车子停到哪里去 开车出去没有 哦 他是找了 车子不被这个拿跑去的 半路上还给我打个电话 我今晚还洗了个面啊 好安逸哦 平时有点丢人 然后这个车呢 就在路边上停了一晚上 大灯也没关 大阪香油 今天这样整完了的 如果我再晚起半个小时 就要拉缸了 最亲眼的是交进美国铁花蛋 熊鸟儿真是啥 看着都饱了 大姐在我这个玩了车这个世界 40%的责任是你 你知道不 都是你好好吃 我认不当老口号 好我去给你搞个卤菜 先买的酱油 昨年吃了一个一碗碗的 没得了 刚才不烙了 我给你了 妈 这香菠萝糖 买这么多糖啊 我糖都买了5块钱的 嗯 25斤酱油块 那差不多了 甜的好吃 颜色的 所以你叫什么 贵谁啊 多生的啊 多生 第一次穿菠萝 老二 你可能要是第一次穿菠萝 你去上吧 嗯 哈哈哈哈 明年就穿了一个整粮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哎 这个长给哪个长 这个要先背 这个要屁股啊 还还还还还还好 好难 过年还穿大刀 哈喊再给你帮一遍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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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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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忘了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 我说了 哈哈哈哈 他那人羊群好大 昨天把车子没有洗火 就放到那个火灯了 今天开了一晚上 一箱油炒完了 最关键是把我们吓一跳 我们在给人车设计 关键是一晚上也没去那个车 假如今天早上还是早上的时候 他还在车口里找到哪里 他给车呢 车门也没错 别敢动车的 这个车子要出来了 还是给他的车子 只有他干的车 好了 吃完了 可以结束了吗 拜拜的吧 拜拜的 我等你说完就结束